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cratch 是一个由美国麻山理工学院MIT研发的程式语言 它简单易学而且是免费的 它可以用来创造图画、动画、游戏和音乐 还可以用来控制机械装置 如果我们想用Scratch 首先要进入网页 我们可以在搜寻器搜寻 然后进入网页 这个就是网页 在上面这里你会看到它的网址 scratch.mit.edu 在上面左上角你会看到Create这个键 按一下就可以进行你的创造 进入这个版面是英文 如果你想用其他语言 它也有很多 例如你想用繁体中文 可以转成繁体中文 我们一起看看这个视窗 在左边你会看到一些指令方法 有不同颜色的方便大家可以用来找些 你可以转到它 看到不同的方法 或者你想快点 例如我想找事件 它会跳到事件 不用慢慢找的 或者控制 它用颜色来代表的 这就是一些指令 好了 中间这里就是渗行区 你可以将指令由左边拖过去 或者扔回走 不要的话 拖过去 我们也可以复制 因为会快点 如果有一堆不同的指令 不同的指令 我们可以整组一起复制 可以 先慢慢改 其他 这样就会快点 在右上方 你会见到一只小猫 它是scratch 这个program 代表的角色 这样 在上面 大家会见到一个绿色的旗 你按一下 这个程式 就会运行 变化就是发生在舞台区 那里 红色这个键 代表 你按一下 它就会停止 这个程式的运行 大家可以 不断 可以尝试 用这两个 接着 右上角 就是显示的模式 我们可以放到最大 放小一点 现在我们用中间这个模式 左边有一个 就是舞台区 就会小一点 留下多些位置 给程式区 去写 我们去到中间 那里 下面那里 就是 角色和舞台区 这边就是角色区 你看到现在 只有一只角色 就是小猫 可以增加角色 旁边那里 就是舞台 舞台区 现在只有一个背景 就是一个白色背景 就是现在上面这个 那我们可以在这里 增加背景的 如果想增加一个背景 那我们在舞台那里 可以选个背景 按一下 那你看到有不同的分类 那现在呢 我们就想用一个 XYGRIP 那其实就是一个 座标来的 数个商 因为呢 在舞台里面 所有物件 都是以X軸 和Y軸 来定位的 打环就是X軸 中间就是0 由0 在这边就是正值 12345678 去到最准 就是240 最准 这边是负值 负1 负2 去到负2 40 而Y呢 中间是0 慢慢上去 就是去到180 反过来 就是负值 由0 负180 到最后 最后 就是180 的负 好了 那在角色 及舞台区 那里呢 我就会看到 这个动物的定位 例如我放在这里 这个数字 就会改造 现在这边 就是 正的 两个数字 如果你想做储存的话 那首先呢 你可以为你的档案 改名字 例如 GAME 1 如果你之前 已经登记了户口 那你可以在档案 这里 按处存 那这个档案 就会自动 存在云端那里 那下一次呢 你只需要在这里 选择 我的东西 那你就会开 你的档案出来 但是 如果你没有登记户口的话 都可以处存 那你可以 下载到 你的电脑这里 按一下 这样的程式 就会 处存到你的电脑上面 那下一次 你开的时候 就选择 从你的电脑挑选 选择你的档案 再开出来 吧